忽然之间 黄红人都没有了 你们去查一查 所以我小平演员 他当时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 你们要知道 开玩笑八一电影制片厂 人是全军 还有这些什么三大战役 要出来树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 最光辉正确高大形象的 这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 那给八一庭队 由于他们是正军级战队 你们要知道 忽然之间没了 为什么 像他们都会涉及 最后跟这些 徐才会 郭伯雄 这些军中的这些事情 他们行困受惠 跑官卖官 是吧 买官卖官 最后都会被忽然一夜之间 但是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 当他们搜鸡蛋的时候 当他们给老百姓洗脑的时候 中国这些老百姓都跟着 一块高喊 哎呀 中国人民党军 万岁 党美大 是吧 这个我们的国厉害了 他从来不去想一想 这些贪官污吏 这些被奴役的 你们被洗脑的 你们看见了曾经的这些人 背後是個什麼樣子